Hello,各位业界的先进朋友,大家好,我是SGS的Kennis,今天很荣幸在这里跟各位分享有关医疗冷链品质缺效食物的topic,那要如何才能够接轨国际,那我们一般所常见的国际的法规又是为何,那今天的内容会在这里跟各位从法规面、食物面都会带到并做一些探讨。 OK,再来我们可以看到是我们今天议程几个比较重要的highlight,首先我会先分享到我们近期有关冷链的发生的一些新闻及消息,以及一些key facts,那以及我们观察到常见的user端的痛点及风险是为何,那以及当然最后我们会主要针对于冷链品质缺效的食物面上跟各位做一个完整的介绍。 OK,首先可以看到,其实不只台湾,疫苗的新闻大家吵成一团嘛,那其实在国外,全世界有关于疫苗药品发生冷链的问题也相当多。 可以看到在德国的前些日子的它的辉瑞的BNT疫苗,那在冷链的运送过程中就发生了状况。 那有医疗人员就发现说,其实有其中一个疫苗的储存温度箱,突然升至温度15度,那超过厂商所规定的8度C。 对,那除了这一个储存箱发生问题之外,是不是也有其他箱也有发生问题? 那这时候德国政府就必须要介入调查,那也就必须造成整体施打计划的延后,那民怨也就产生了。 那再来我们看到日本,那日本的情况可能更惨。 那一样是冷链的环节出现了问题,然后又没有及时的通知,那直接造成超过1000剂的辉瑞疫苗直接报废。 那这种情况要是发生在台湾的话,可能部长都不知道要下台几次。 所以通过这些新闻事件,那以及我们平常跟user端的互动的一些经验,我们观察到可能所常见的user端的痛点及风险。 可以看到,首先痛点一,你的user端要如何做才能够确保说你的药品跟疫苗它的冷链运输储存过程是安全可靠的。 那痛点二,由于这些药品及疫苗多是从国外进口,那要如何才能够接轨国际以及符合国际相关的法规强制要求。 那再来痛点三,在冷链的建制上,要如何才能够有效结合目前的系统,并且能够在降低营运使用上的人力及时间成本,这是都会需要好好的考量的。 而在风险方面,当你的异常发生时没有及时通知,风险又没有及时的管控,就很容易造成药品疫苗的损坏,并造成人员的伤亡,那以及公司的伤育的信誉受损。 那甚至更有可能造成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等更大的系统性风险。 所以应该如何做才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些痛点,并且降低这些风险。 接下来我会从法规面、执行面及设备面跟各位一一来做介绍。 OK,这一页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台湾食药署早在民国102年,就已正式成为国际PEACE的组织会员之一。 那其所参照的法规就是PEACE GDP的规范,并且也引用WHO的guide line。 那其中就有提到说,你药品的进出过程,在其储存及运送的环境,你必须要做温度的描绕,也就是我们所谓的Mapping缺效。 那每三年你必须要重新执行Mapping缺效一次,那并且你做Mapping缺效的温度监控记录器,你必须要做定期的校正,并且要追溯性。 那这么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找出该环境的冷点及热点,那这些都是属于风险比较高的地方的位置。 那你在药品的存放上要尽量避免放射在那些位置,或者是你必须要对那些环境做一些调整的措施。 那另外在右边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民国108年,政府也有正式公告说, 你药品的医疗冷链物流商,你在正式上线前,你必须要先做Peace GDP规范的所要求的Mapping缺效作业,以及校正等作业。 那这些法规一经公告后都是有强制性的,就是你必须要执行的。 那在执行的过程,首先我们要必须了解Peace GDP它所定义的重要的温度的范围。 我们可以看到它所定义的主要有四块的温度范围。 首先是低温冷冻,就是低于-15度C,像是你的莫德纳疫苗是-20度C, 甚至还有超低温冷冻,-70度C的辉瑞BNT疫苗,就是属于低温冷冻的范围。 那再来我们可以看到,比较常见的低温冷藏的2-8度C的范围。 那像是你的AZ,高端疫苗就是属于低温冷藏的范围。 那并且还有低温储存,以及室温储存的范围。 那基本上来讲,我们药品的存放通常不会超过25度C, 那也会在30度C以下,对这几个重要的温度范围。 OK,再来我们可以看到在仓储的部分, PeaceGDP的法规有要求到,像是你的, 它有定义到你的第三章的三支三节, 有提到药品的存放环境除了注意你的温湿度之外呢, 你的光线跟清洁都必须要在考量的范围内。 因为像有些是属于光线比较敏感的药品, 那你必须要注意你存放环境的躁度, 以及是不是你的仓库是有西塞的问题。 那不然有西塞的状况, 这就很容易造成你的仓库整体温度的提升, 那这是要注意的。 那再来看到是三支三支二节, 有规定到说, 你的药品的仓库在正式启用前, 你必须要执行Mapping缺效的温度描绘的评估。 那其实主要就是要找到你该环境在存放时所温度波动最大的位置,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Worst Case。 对,那若是你的仓库有发生重大改变, 好比你的格局发生改变, 或者是成价摆放位置发生一些重大改变时, 你必须再重新执行Mapping缺效作业一次。 那若是你有一些比较小型的作业场所, 好比冷藏库啊,冷冻库啊, 你一样要执行风险评估, 尤其是针对你的冷暖风机的部分, 那并且要依照其评估的结果放置温度记录器。 再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有关于Mapping的缺效实物面上, 究竟要怎么样的摆放你的温度记录器的位置。 首先看到在环境空间的部分, 基本上我们是每5到10公尺放置一点, 但是这一点它并不是只放置一个记录器, 它是经由这一点然后来做垂直的展开, 然后来依不同的楼高, 那来放置不同的温度记录器, 好比你的楼高是3米6的话, 基本上我们会放置3点, 那一点会接近于地板的位置, 但是你不可以直接放在地上。 那若是楼高是高于3米6, 我们假设以6米的楼高为例, 那分别就会放置在可能0.3、1.8、3.6米, 以及5.4米的位置, 也就是大概楼高可能5%、30%、60%、90%的位置。 对,那再来可以看到有关于记录的时程方面, 那一般的仓库来讲的话, 我们基本上是做完整的一周, 也就是记录7天包含6日为一个完整的cycle。 那若是你有一些温度监控设备的储存环境, 像是冷冻库、冷藏库, 我们一般是做24到72小时, 那我们一般都做72小时居多。 那若是你的环境有重复的智能机组, 好比你有A风机、B风机, 那我们一般在执行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先开A风机, 然后执行72小时的Mapping缺项, 接下来会把A风机关闭, 然后再打开B风机, 做72小时的Mapping缺项的作业。 那在那个截取间隔的范围内, 我们一般来讲是做1到15分钟来截取一笔资料。 那具体的要几分钟, 基本上是可以看user的需求, 然后来决定。 那这一页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储存空间的示意图, 可以看到这个左边比较大的仓库, 那基本上就是5到10公尺, 可以放置一个节点, 那做垂直展开, 那可以放置3点3米的位置, 那在右边比较小的, 就是属于冷藏库的部分, 对,Core Room的部分, 这是一个空间的示意图。 所以可以看到, 可能冷藏库的部分, 这一页可以看到是它的俯视图及立体图, 那由于冷藏库通常比较小, 那可能5到10公尺摆放, 一个节点, 那不是这么的适合, 加上它又有其他比较高风险的位置的地方, 像是好比它有开关门处, 那由于可能人员的进出会造成温度的比较剧烈的波动, 那这边一般我们都会摆放一个温度记录器, 然后来做监测。 再来是你的风机有气流方向的部分, 可能药柄可能是有些地方是被风直吹的地方, 那有些或者是气流比较循环不良的地方, 那这些我们也是会摆放温度记录器, 然后来做监控, 那并且你的风机原本的温度计, 那我们也要摆放一个温度记录器来跟它做比对, 那最后以及看到我们这些货架层架的部分, 一些边边角角, 可能空气比较循环不良的地方, 我们一般也会摆放温度记录器, 所以在这个空间面, 我可以看到可能四个角落, 或者是中间可能比较风机直吹的地方, 或者是靠近开关门处, 那我们皆会摆放温度记录器, 那来做Mapping的缺效作业。 OK,接下来我们看到在运输的部分, 运输的部分一样有Peace GDP法规规范的要求, 那跟仓储比较不一样的地方主要是三大块, 第一,你运输会有运输的路线, 那以及你运送的包采是什么, 那第三是你的运输的存放环境, 那这三块是跟一般仓储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在第九章的九至二节, 就有定义到说你的运送的路线, 你一样要做Mapping的缺效风险评估, 那在第九之三也有规定到说, 就是你在运送的过程, 你存放药品的包采是用一般的箱子装, 或是用保温箱保温袋来装, 对,那它的保温的效果如何, 是不是有符合运送的要求, 所以你必须要执行一些包采的验证, 对,那好比像是一个恒温4度C的药品, 那从台北运送到高雄, 那为了确保它是属于恒温的范围, 那你必须模拟出当你的假设外在环境发生失效的状况之下, 那你存放在包采内的药品, 它还能够撑多久, 可能可以维持多久, 才会超过你所规定的温度范围要求, 那这个时间要适合把它做出来, 对,那若是包采验证有做, 像前些日子不是有发生那个AZ疫苗, 可能在金门被拍到说在大太阳底下进行入库作业, 那而产生一些质疑, 那若是你能够在当下很快的就提供我们这个包采验证的缺销报告, 那一切就能够很快的进行事宜, 再来我们可以看到是第九章的九之四节, 有规定到说你的温控车, 其存放的环境在正式启用前, 一样要做Mapping缺销作业, 那温控车相较于仓储一般来讲多不大, 但是它的冷风机的出风口通常会特别冷, 所以有些风直吹的地方, 所以你必须要特别的注意, 要能够放置温度激怒器, 那另外在整个运送过程的之下, 第九之四之四节也需要, 也说你要考量到一些季节的变化, 像好比你的低温药品, 在你的运送过程从台北运送到高雄, 可能在冬季是运送之下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是在夏季, 你要执行运输过程, 假设你温控车内车厢内的AC制冷能力不够的话, 那它可能里面的温度很快就会上升, 那这个是你也必须要在你的考量的范围之内,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温控车的运输缺效实物面上, 在你执行Mapping作业的时候, 你的行车路线是要必须保持维持一定的, 你不可以今天跑国道1号, 明年跑国道3号, 这样子是不行的, 所以你必须要有固定的行车记录的GPS的记录, 来去track说你在这个验证过程, 你跑的路线都是相同的, 以及你的温控车通常会配备已经效证过的温度监控设备, 并安装在能够代表极端温度的位置, 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些示意图跟各位做说明, 那当然你的温度器要有警告器, 能够做及时的告警, 当你发生温控车内温度发生超标的情况, 要能够赶快的提醒驾驶员来做一些调整措施, 那你的温控车当然也要有锁, 那并且你需要用以校证过的温度记录设备, 并保留这些维护的记录,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你的温控车在执行Mapping验证程序时, 那一样在你的整个常温运送路线过程, 针对你的温控车厢, 你必须要设法找到Worst Case的位置, 对, 那你的药品的货物摆放, 你就要尽量避免放置在那些位置, 好比是像冷气直圈的地方, 对, 那你此外你也要模拟出, 当你的车厢内的温控设备, 好比你的冷风机突然失效, 突然Shutdown, 你的车厢内的温度可以撑多久, 还能够保持在你的所必要的温度范围之内, 这个也是要设法把那个时间给找出来, 那这一切的活动, 你必须要透过文件化的记录来验证你的活动, 那在温控车的负载方面, 我们一般来讲会做满载跟最小装载的部分, 那分别是在夏季跟冬季各执行一次, 所以total会做四次的这样子一个Mapping缺效作业, 这一页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温控车的示意图号, 那它执行Mapping的重点, 可以看到说一般我们的药品货品, 通常不会直接放在车上, 它必须要透过一个站板把它架高, 那才能够有利于你的车厢内空气的循环流通, 那我们的温度记住器, 一般来讲是放在包材里面去监控里面货品的温度, 那以及步点在一些温度比较容易波动的地方, 像是你的风机直吹的地方, 你的边边角落空气可能循环不到的地方, 或是开关门处等等这些风险比较高的位置。 OK,最后在设备面一样, 我们就看到一些它有相关的法规做要求, 刚刚我们一直提到温度记录器, 所以在美国的FDA21 CFR Part 11就有规定到说, 你的温度记录器必须要提供可以连续的温度记录数据, 那你的数据必须要保持其完整性, 并且不可被任意的篡改, 那你的温度记录器在选择上, 你的操作温度必须要能够大于你的使用温度的极限温度范围, 并且在取样间隔上要能够支援从1到15分钟能够截取一笔数据的这样子一个范围。 另外你的温度记录器也必须定期做校正, 那我们一般的校正作业是做三点, 一点是高于你的最高使用温度, 一点是低于你的最低使用温度, 那中间会再取一点呈线性, 那其校正的误差不可以超过0.5度C, 那并且你的校正要能够追溯, 形成完整的追溯链。 那最后你的温度记录器数据必须要能够下载到电脑系统, 并做储存, 那我这边也列了几个比较常见的温度记录器, 那可以看到可能有定点型的, 比较大的它需要拉伸摄像出来到你的冷藏库, 冷藏库来做监测, 那也有像这种比较小的携带型的, 可直接塞到你的包材, 塞到你的车厢及仓库等等, 那有些记录器可以联网, 那有些记录器也没有办法联网, 这也是端看使用者的需求, 那我相信在接下来的session, 那也会有跟各位做一些更详细的介绍, OK,谢谢各位。